所以 所以 我們等一下是記得下課 你問你再會是嗎? 趕往車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要飛球姿勢 好不好 下課不一定在玩 那個 我們看情形 你也下課 現在沒有準時上課 你剛剛準時上課 你剛剛準時上課 是把你在學校下課 對 好 鬧鐘想的時候提醒我自己的告訓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章 第四章周期表 剛剛已經都預期過了對不對 周期表其實前面講的很多都是歷史 那這部分大家看裡面有一個問題 不用看 要看 簡單的要理一下歷史在講什麼 有時候歷史是蠻有趣的 像我跟各位推薦一下 這女人套很有趣的科學寫的書 女人加油 女人加油 你還在練他兩名 加油 你也是啊 怎麼這麼不好 啊 這個第一本科學那個是誰 趙勁介手還不知道要不要玩 所以叫做報復解釋 這本書很好看 那這應該有四本 我們現在學校只有兩本 它其實從 它其實包含了物理化學 地科 地科 地科生物四個項目都寫在裡面 而且它是交互的寫 實際上你在我們人類科學史的發展 它是讓本身交互的 有些時候在那個時候 像我最近看那個人有趣的 故事出 他講 簡單講 我不知道你看過沒有 他講說 你知道嗎 在秦朝 你要去餐點餐 會很困難 為什麼 有沒有看過這個笑話 我簡單唸 天氣也蠻短 但很有趣 他講 他說在先期時代 吃頓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說 他有一個穿越劇 他說一個模擬的穿越劇 裡面請問客官是打尖還是鑄店啊 打尖 白一彎 西紅柿 雞蛋麵 抱歉 客官 麵條要送炒才有 那西紅柿是每周貨 清早末年才傳來的 小店目前只有雞蛋 你要不要點一個 什麼鳥店啊 連麵都沒有 那饅頭包子都沒有吧 上一籠 那這位爺也沒有 饅頭包子要等到 蜀漢 諸葛丞相 討伐夢獲才有 所以那你們有沒有 你們不會只有公英搬一半吧 抱歉 咱們是在關中 水稻原產地帶亞二代 對 搬過旗嶺才能做 咱們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是說 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 其實我們不要去不講 但是 你以為好像現在什麼都有了 可是這樣在科學發展的時候 很多時候 在那個時候就是沒有變 在那個時候就是沒有顯微鏡 在那個時候就是沒有 一些科學的效果 但是沒有畫 沒有畫得出來 所以 他把那整個 三個四個科目喔 做個綜合 我覺得挺有趣的 綜合太陽 他講的很簡單 就是他講一個故事 一直講一個故事 那你剛才講過 青龍師徒家那邊說 我一生就覺得 這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那很明顯 是那個時代沒有的東西 如果他講那個 就是那個 饅頭包子類的話 我還會覺得 還有可能 聽到那時候 那是後來的時代 還會驚訝一下 但是 希望自己看見 就整個覺得 你好慘 但是他就是 反正就是 想像一下 先情實在 那時候譬如說 像那個誰 黃毅寫的 其實穿越去從黃毅的小說開始 他講那個 他講誰 他不是有一個人 叫做 玄情濟然 你們有看過小說嗎 玄情濟 可以去看到 勘情濟是挺有趣的 他就講說 有一個現代人 因為不小心 他穿越了歷史 到了秦朝旭 那時候 那個誰 秦始皇 秦始皇還小 然後他就到那邊去 他用他現代的科技 現代的智慧 幫助了秦始皇 然後打下江山 就這樣 那 那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 請進 好過分 黃毅是蠻有趣的一個小說家 好 這個 周期表的分類 那麼的列夫 他先排列出 像這個樣子 他排列方式是用原子量 一開始是用原子量 不是用原子序 沒有原子序 沒有原子序可以知道 那時候他還不懂原子序 為什麼那時候不懂原子序 因為還沒搞什麼 還沒搞什麼 其實不是 那時候其實一開始他還不懂 什麼是子子中子 電子 一開始的時候也不知道 一開始我們能去判別原子量 原子量是可以說 這個原子跟這個 這個原子 這個元素跟這個元素 在反應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重量比 他可以跟重量比 慢慢推廣出 這個原子應該具有的 基本量是多少 那叫做原子量 每個元素 譬如說 我們講說CO2好了 假設他先做實驗 我把碳跟氧燃燒 碳跟氧燃燒 碳跟氧燃燒 變成CO2 假設這個C要完成反應的話 這個重量比會是多少 1比1比1 重量比 1比1比1 1比2 重量比不是 重量比為什麼 12克 比上16克 會升成幾克 28 這不是 這3克 這才對 會升成44克 所以他得到一個很簡單的整齣比 所以不管怎麼樣反應呢 碳 雅燃的反應永遠都是32 都用32克 所以這是一個整齣比 所以他可以透過整齣比的關係 去慢慢找到 一個元素的基本量是多少 這是可以推測出來的 所以他推測出 他們的原子量和12一樣 16 這可以推測出來 原子量可以推測出來 可是他為什麼不知道原子序 因為那時候我們 這就是回到歷史發展 在一開始 那時候他根本不知道 裡面有什麼原子排列 所以他不會知道原子序的順序 他還不知道說裡面的子數中子數的關係是什麼 他不會有清楚 慢慢的我們去慢慢的研究發現 才會知道說 到底裡面的原子序是什麼 他的電子關係是什麼 慢慢的去搞清楚 他會定出他的那個 子子數 對不對 子子數 protein 中子數 neutron 然後電子數 electron 他可以定出這些關係 好 在周期表的定義裡面 我們可以簡單來講 周期表的左邊跟右邊 對不對 我們可以分類一下 左邊跟右邊 好 左邊是什麼 左邊 左邊大部分是什麼 金屬 右邊是 氣體 欸 氣體是最右邊在想氣體 那 右邊簡單來講 就是金屬跟金屬 沒有你要分類 金屬 氣體 這樣更加很怪 金屬跟什麼 非金屬 金屬跟非金屬 金屬跟非金屬 我們先講兩集 他中間都通常接著類金屬 那基礎的特性是什麼 那叫分類型 這 설� są分類型的 飛行水的狀態比較多 它有大部分的固態 固態還是比較多啦 固態是比較多 但是它固態氣態液態的比例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它有氣態吧 氣態是鈍氣 液態是什麼 哪些是液態 綠 綠是氣態 其實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綠是液態 綠是液態 點是固態 但點很容易昇華 點很容易昇華 點是固態 你可以從它的 布手就可以知道 跟中文的部分 布手就可以知道它是 常態的話是什麼形態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 金屬跟非金屬一個很大的差別 在一個導電可以導電 為什麼 非金屬不容易導電 排列方式 什麼東西排列方式 分子 分子的排列方式 分子的排列方式 我們現在講元素耶 是 質子 質子怎麼樣 原子的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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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讓它不容易導電 很容易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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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解釋清楚 摸細節 為什麼 非金屬的元素不容易導電 所以 跟它的緊密程度一定有關係 什麼東西的緊密程度 物質的註尘 好 繼續說看 就是像固体来记忆里来固体就是不记忆的 可以传导热的 所以用这个我会觉得它是够传导电的 OK 其实你要想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要做科学研究的进步 第一个是观察现象 第二个体验是假说 我们在这个体验假说结果 因为我们观察现象是 这边有金属 这边有非金属 我们观察中心跳这个现象 所以现在大家来想想看为什么 所以要提出假说 好 智杰你认为呢 为什么金属跟非金属的分类是导电还是不导电 那为什么非金属是不导电 为什么它不容易导电 为什么它不容易导电 可能就像我们这边的材料的方式 老公是说那个质质在中间 电子带负店 对 我们就跟自质带负店 跟自质带负店 自质带负店有关 那可是在中间表的左边也是一样的情形 自质带负店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子里面 排列的方式 然后只是 还说他们就绝对凑在一起的一块东西 固定凑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特定的站的方式 跟站的方式 就是因为人子里面的质子 还有种子 他们有时候会固定的 就是 对 叶子是跑来跑去的 赤子跟中指是在圆子的中间 但是 好 这边有个有趣的事情 赤子跟中指是不动的呢 还是在动 不动 赤子跟中指在圆子的中间 是不动的呢 还是一直在动 不动 不动 他其实是很快速的在动的 他只是小胖子那样动的 他甚至怎么动 他跑来跑去 他还是在动的 他不会停在不动 像并坏一样 不是这样的 他是在动的 基本上 粒子的特性 他就是很快的在震动 或移动 或转动 好 那 刚刚 这个志杰讲了一个想法是说 呃 中指 不是 原子核里面只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所以他认为是跟正负电有关系 好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导致 中心表的左边 容易是金属 他容易导电 中心表的右边 他是非金属 他不容易导电 为什么 排序规律 排序规律 什么意思 排序规律是按照 便是 排序规律没有通绘 排序规律没有通绘 对 跟排序规律 有关系 那我們來看周期表的左邊有什麼規則 周期表的右邊有什麼規則 右邊 假如右邊第一行 電子數 電子數怎麼樣 每一層的差距 每一層的差距 所以第一層是0 第二層是8 第三層是8 所以最右邊的電子數是怎麼樣 它的電子數是不是都注定不穩 屬於穩定的範圍 所以基本上這一層是穩定的 它電子容不容易流失 它容不容易電子跑掉 不容易電子跑掉 它穩定的嘛 但電子不容易跑掉 這一層它不想要電子 也不想給電子 它是多清晰 它非常不穩定 它不想跟別人反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往左邊挑一盒 這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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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一個元素是什麼 佛 佛對不對 佛的外層電子幾個 呃... 九個 外層 最外層 七個 七個對不對 七個 再來是綠對不對 綠 最外層幾個 有七個 七個 秀呢 秀是PT的 這十五個 還是綠 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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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七個 十七個 欸...十七個 那我這樣講說 第一層科有兩個 第二層科有八個 八個 對 十八個 六個 十八個 好 基本上你看這邊的電子氣差別是什麼 就是那個 弱晴氣體的電子氣差別 所以他們那一層應該要幾個電子比較穩定 因為他多一層有穩定嘛 但是他最外層的電子氣那麼多一層有穩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講說佛好了 佛的原子核 是不是 正九個電子 正九個資質 對不對 第一層兩個電子丟掉 第二層有七個電子 對於這邊來講的話 他是想要失去電子還想得到電子 想得到一個電子 想得到一個電子 他得到一個電子穩定嘛 對不對 他有正電他也同一七個電子進來 可是對這七個電子他會跑掉 為什麼不容易跑掉 為什麼不容易跑掉 不然這樣你要丟七個嗎 假如你丟一個電子 假如他那個電子上 容易跑掉 容不容易跑掉 那你知道剛好 你的金剛需要七個電子什麼 欸 我說現在只先丟一個 七個要丟七個之前先丟一個 我要七塊錢 不要一直丟七塊錢 你丟應該是一個一個丟吧 他又離穩定上面的 對他離穩定的 他八個是穩定啊 你丟一個他離穩定 更要命 而且丟一個之後 他已經就 這整個電子不一定在正面 那個電子就更容易被吸引了 他就不容易丟 所以為什麼博士非基礎 你可以這樣想像 他這一台的電子 再丟一個就更不穩定了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回到下一個是什麼 哪一個有 癢 對不對 癢 癢 有八個子 對不對 所以兩個跟六個 乘以後因為最少 我最愛只是六個電子 通通道理啊 我龍門丟掉 也沒那麼容易丟掉 對不對 所以癢也可以算是配金屬 而且丟掉一個之後 它裡面是 正電 正電 那其實還有一個現象 如果是癢跟佛的一樣的話 哪個電子比較大 哪個電子比較大 癢跟佛哪個電子比較大 癢跟佛哪個電子比較大 一般來你看圓大小 是就先看電子的數量 你電子數量越多的話 電子越大 就是圓圓越大 沒有 活動放越大 而且 你想想看喔 電子不在負電對不對 我雖然原子有在這家哪吸引 可是電子跟電子連動 都是負電的 然後會有排氣現象 所以電子越多 它的排氣會把它張開 會變得更大 所以整個圓圓會變大 當然電子的電路會有強力 這個就是其中裡面 在更小的粒子的影響 那電子本身沒有那種粒子的 電子沒有那種粒子 只是跟中指相當的粒子 那什麼粒子我不知道 它有更細微的粒子 那是近代物理學在學的 我沒有去特別理解它 好 所以那到什麼情況之下 這個狀態會改變 我們都只看第一行 中心有的第一行 低劣 中心有的第一行 它到什麼情況 到什麼時候這個狀態會改變 Po 這樣我幾年可 Po的時候是你嘛 對不對 這是碳的 到碳 為什麼碳會不一樣 碳 碳裡面有個正 兩個四個對不對 所以那個不是B是N 淡還有一個淡 對不起淡 我都看到最短的 碳 紅碳 碳 好 到碳的時候為什麼它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它在U是一個一定的A4 它是在一個中間值 4個是個中間值 所以它有時候呢 會有些時候它某種情況之下它可以導電子就不行了 就是某種結構之下 某種結構之下 這樣碳 要能夠成為導電體 是石墨 石墨是讓你還蠻好的導電效果 石墨具有蠻好的導電效果 那石墨是什麼結構 石墨結構是 片狀對不對 那你會想說 那這樣石墨不是 理論上碳應該有四個鍵對不對 而如果這樣畫碳應該有幾個鍵 六個 欸 四個 欸 這樣畫錯了 畫錯了 笑容 然後這件事 看得出來了 是什麼嗎 再一個 你給它一個規格 一個規格一個規格 看得到 就是一個六角形 看得出來嗎 喔 太多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事實上它有人說 這個三 用三分之一的鍵 它另外一個電子會在這邊上 事實上是三個電子 它提供一個電子出來 它提供一個出來的電子 它提供半個電子在這邊打 它只有半個電子 才半個電子 應該是 三之二 所以應該是三分之一的 這邊有三分之一 平均每個電子 每個看來改三分之一在這邊上 所以是三 又三分之一的鍵 這電子在這邊就變成只有電子了 它就可以導電 它就具有導電性 看得到這樣的結構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那為什麼 你看本堂這 細 細在這邊 細為什麼有這種效果 細也是類似我們講說 類似像半導體 或者是那個 類金屬 為什麼 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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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脫可 解脫可 要看細 欸 真的 碳細 真的是 碳在這裡 碳在這裡 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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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會怎麼試 碳沒有把它規類 碳開始就有多效果 碳也是 碳也是 碳會怎麼試 碳沒有把它規類 它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失去 你的原子也小了 你的原子也小 你原子也小 它對它的束縛力就沒那麼大 好 那就越容易被帶走 這時候它開始是金屬的特性 有金屬特性 它的電子比較容易 好 電子比較容易被擊殺 比較容易被搶走 好 那 那 我問你講 那這樣 害不會有事在外面 你丟一個 哪一個都沒想 害 你說害 害 害有兩個電子 害兩邊它穩定了 欸喔 那 對 對 那 輕股 輕股 輕一個電子 但是輕股有一個直直 所以就像它講 輕股力是相當強的 它不容易直接 因為你丟到一個電子之後 在輕股變什麼 就變一個直直而已啊 它變成它的電子沒有體系耶 這直直就掉下來 直直就收縮了 直直就收縮 直跟直直之間 其實也不會收縮 因為直直跟直直有排斥力啊 那它就一定會有排斥力啊 欸 但是它不會只有一個直直 它一定會跟別人直直 怎麼講 如果法強的親戚 親戚的電子不見了 那這兩個親戚跟親戚之間 之間在各一個直直 就彈開了 你還好嗎 我都還聽 你都還聽 你都還聽 怎麼都沒在聽 在睡著 我都在試圖讓記憶 睡著 沒有我沒有睡著 我都在 下手記著 信著 如果在等著 好 你看喔 它很信著 這是聲喔 聲為什麼有半導體特性 你看在這邊 它理論上是外圍只有幾顆 十七 這個是 十七 十六 十五顆 外圍有十五顆電子 十五顆電子為什麼它有 金屬可心 為什麼它電子好像跑掉 深啊 為什麼外面的電子有十五顆 可是理論上它為什麼不像0 它後面變金屬 實際上為什麼可以有類似金屬特性 我們可以這樣想喔 當你的電子越大的時候 實際上是怎麼就是 會一直擴張溝通 擴張到一個程度 這個原子都大到 你實際上原子 對外面的最快層的電子 要有吸引力 或者有舒服力 實際上是非常容易 好 所以其實你編成可能會大跨 它這個線會向右邊跑 會有點向右邊寫過去 它連到 甚至講這我們的預測 假設我們現在可以找到 再大一層 再多一列的元素的話 甚至到 惰心器以後也不是惰心器 它都可能會倒電 對不對 它因為它的外圍的電子實在多 多到它很容易就不見了 電子脫掉 那電子常常都只有一洞 它就是金屬 它就有金屬 它就有金屬特性 所以 金屬跟非金屬很大的差異性 來講可以說 它的電子只有一洞 當它電子只有一洞 它就是可以算是金屬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中間的過渡元素 過渡元素 你講是第三 第三列開始 對不對 第三列開始 應該說第四列 因為第一列只有兩個元素 對不對 第四列有18個元素 第四列開始 大部分都是金屬 為什麼 簡單來講 它原子才太大 它大到它非外層的電子 沒有什麼伺服力 它就容易變成 好來跑去的電子 那電子 那電子當中只有一洞 它就是金屬特性 好 好 你還好嗎 我超好 快快下課的感覺 還有二輪龍 對 二輪龍 還有二輪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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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龍 在我們 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你要變成一個畫物 通常畫物很形成的 兩個電子可以合在一起 兩個原子 兩個原子 電子可以互相交換 可以互相交換 或互相得到滿足 它可以讓彼此固定 它就可以做成一個畫物 那在電子失去跟電子得到的時候 大部分你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組跟第二組 就是我們團列室的第一列 就是減金組 或是第二列 減金組 它們的失去電子都是固定的 你要來就失去一個 或要來就失去兩個 或要來就失去兩個 譬如我減金組 我們講的第一列的部分是 米納甲乳射法 就是第一列 最左邊的這一列 米納甲乳射法 這邊 它這一列 因為它最外圍的電子就是一個 所以它就是失去那個電子 而且 原子的有特性 當它外圍的電子跟我們是固定的時候 它原子核收縮一點 它穩定會變成固定 會稍微收縮 收縮的話 原子核對電子的控制就更強 對不對 它距離比較近 因為經驗另外 它就更有吸引力 它對電子吸引力會增強 它穩定性會更高 它是一個 突然提升一個層級 它突然提升一個層級 所以它變成固定性更高 所以米納甲乳射法 它都是失去電子 會是第二列的電子 第二列的電子更難失去 很難失去 那皮 皮 皮 美 蓋 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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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美蓋茨貝勒能不能失去一個電子 比得到更容易 比得到更容易 他得到電子也不容易嗎 他失去即使 失去一個也不容易喔 他基本上要失去就一次失去了 他不失去一個 失去一個的時候另外一個會突然變非常不穩定 就是你認同我加兩個我就是不穩定電子 但如果失去一個之後 另外一個電子就突然變不穩定 我整個電子就會變大 變得更不穩定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失去一個同間第二個也會跑 他就跑掉 然後就跑掉 所以說 皮美蓋茨貝勒這一組基本上 他失去就是失去兩個人 他不會失去一個也好 這是固定的 那中間的過度元素呢 我們講過度元素就是 前面這兩組之後第三組 第三組3B的部分 這些組都是金屬 還有3A鋁加陰陀 還有錫千夫拉幣陀 這個他念什麼 這個他念什麼 補這樣 PO 養牛心肌補 破 破 這四三次 我記得是 破 養牛心肌破 這個部分呢 他都算是比較特殊的金屬 他可以有帶 兩個 他可以失去兩個電子 可以失去三個電子 甚至可以失去七個電子 像有個金屬要弱 會叫個 在 在 6B 有沒有看到 6B 個 金個 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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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經常有時候會用在電度上面 電度會用到各 各呢 如果是 各種各酸根 他帶七個正電 有些他失去七個電子 他可以失去七個電子 那在這個範圍呢 事實上這些金屬都很 這些元素都算大元素 很大的原子 很大的原子 它被外層的控制 就沒那麼穩定 那事實上 我們在往後講到那個 電子能接的時候 你們也知道說 它能接又分跑幾桶 雖然外層 我們講說外層是一個說法 但是同樣是外層 它分什麼 S軌道 P軌道 Q軌道 R軌道 它分不同軌道 它不同的穩定態 所以呢 它可以失去的電子 就是互因力一樣多 它有時候可以失去兩個電子 有時候可以失去三個 有時候可以失去四七 像這樣 個 它最後可以失去到七個電子 它可以變七正 是七正的 個 個 欸應該是用個穿是七 欸是七正的 它的離子 它離子可以到 比較複雜的 好 接下來我們講那個 化物的一個命名 那其實這一張 昨天呈 欸前天嘛 前天呈有物很多 那原書都是表達要背 這個部分我在國中上的時候 你在講這個事情 你覺得要不該背 你說的 意中的要背 意中要背 我可以讓你背 你當老師要你背 對要你背 那你有背過嗎 有背過 中文英文背不上 OK 那你有沒有幫助 我們講背不背這件事情 到底到底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是我們中文上的缺點 就是我們因為我們中文 在學 因為學這些科學的東西 我們轉了一彎 如果說你是用英文系的國家 在學這些英文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背 對不對 你譬如說 講說 那 NA 那他就是英文字的縮寫 這什麼背 對不對 然後 你說假的K 需要背嗎 他就是假的單字的第一個抬頭 這什麼背 根本就不需要背嗎 那可是對我們學中文來講的話 你要學會這個